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再度介绍我们的嘉宾 Philip Hu 是 张力 是 Andrew B 大家好 Andrew我们刚刚缠到运动 对 你打高尔夫球 是 高尔夫球要花很多的时间 在你这么多戴了不同顶的帽子之情况之下 你每个礼拜打多少时间的高尔夫球 一般我都是隔两三天就练一次 是练一次要几小时 大概两三个小时 怎么样找到时间呢 这个时间就是挤出来 因为另外一个我觉得体育来讲 是在工作中是一个非常必不可少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调节你心态的 有时候当你很疲倦的时候 当你很累的时候 你的效率会马上下降 你自己有感觉 对 你一定通过一种方式 不管是体育也好 或者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来调节 嗯 嗯 OK 好 张力你是运动健将啊 是 在你念书的时候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体育对人身体 对人这个情绪调动非常好 当你这个工作跟人谈的时间比较长 focus在某个领域 时间比较久的话 这个思路会变得缓慢 但一做这个体育运动以后 马上refresh 回来以后又是崭新的自我 我觉得这个对人我想philip可能有身有同感 我虽然现在体重重严 但我年轻时候也是体育健将 你是跳舞健将吗 跳舞打球 没有其实我高中大学都打过一年校队啊 都校队的啊 只是现在重了很多 可能你现在是工作实在是太忙 你飞行的时间很多 对我一年大概飞到二十五万麦 二十五万麦 哦这样子 是 那你用什么来调剂你的工作的情绪 还有身体的疲倦呢 其实我这个人大概有一个好处 我大概很乐观 我很少烦心这是能够overnight的 随时一早点起来的话 不论大小事都很容易调节 大概 不论大小事 所以我很少生气生很久了 所以你没有碰过什么让你真正烦恼的事 比较少 因为就算碰到也可以过得去 所以我大概来讲 我大概比较乐观的个性吧 所以在乐观的个性的最大好处就是说 不管你碰到什么阻挠的话 你会想办法找出答案 我记得有一个人告诉 Tony Robbins的一个课程讲过 当初在纳粹集中营的被关的犹太人 想到自己会死的人都死了 结果想到自己活的人还有20%活了 你当你会乐观的时候 你会找方法 OK 所以一个人碰到疾病的时候 他如果抱着正面乐观的心情 说不定他就可以战胜病魔 是的 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positive thinking Do you travel for pleasure? Of course 其实我们因为工作关系 包围公司大概每年会招待我们五次左右 并且都是很豪华的 下次考虑带着我们去吧 对对对 所以我也有过去十几年 有很多不少机会到了很多地方去去穿我 你最喜欢的穿过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欧洲我们算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美国其实有些地方像Solid City的他那个Park City 还有那些地方Florida我去过好几次 大概美国大概我们去travel过的地方我去过七八十个城市了 所以美国有些好的地方欧洲有些不错的地方亚洲当然也有 但是among这么多place 如果今天你是住在洛杉矶 你要选一个second place as your second home的话 你会选择哪里为什么 好我大概不会搬开南加州 因为一个吃一个天气吧 但是如果让我选择 一个吃一个天气 对啊 南加州也差不多 对嘛 吃的稍微弱一点点 对啊 稍微贵一点点 也贵一点 就像在南加州离我办公室五分钟 什么梅州东坡啦 海底捞啦 顶太风都在旁边 然后我们正要去海底捞 马上就开业 马上开业 所以我的意思说在洛杉矶大概得天独厚就一个吃 我也蛮喜欢夏威夷的 Hawaii 你会选择那个地方as your second home吗 我会大概常去没有问题 但常住可能闷了一点 还是喜欢LA 我喜欢加州 你喜欢加州 因为为什么夏威夷这个地方 整个地方呢 它海边 然后你可以 像我每次到夏威夷 因为我下午办公室嘛 我每两三个月会过去一趟 去的时候我就住在海边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六点钟的时候去海边走一走 去沙滩光着脚走走 好舒服的感觉 负离子也高嘛 负离子也高嘛 所以整个感觉 我觉得而且它那边步调比较慢 你可以真正放松一下 但是长呆就不行 长呆因为你总共整个岛绕一千三个半小时 Andrew你喜欢去哪里 我其实最喜欢也是夏威夷了 因为主要去那边主要是比较relax 因为我不大喜欢这个四处看 我一般到那边就是最放松你就是躺在沙滩上什么都不想 要不然去打golf 放空 对完全放空 不同的golf course 对那边 感觉不一样 是是好那你会选择你已经有一个home在Hawaii了 所以名正言顺着你就飞到那个地方去 你应该多去一点 但是我也同意Philip的那个地方确实你不能 你超过几个星期可能住不下去 受不了 对因为太 所以这样子so far 三分之二都是喜欢我们自己住的地方 对 张力 我想加州这个地方绝对是得天独厚 南加州我去过 南加州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南加州我觉得交通比这边稍微独立 但我们这边湾区呢 因为这个高科技发展太快 最近好像也是人口比较密集度比较大 但这里的天气啊饮食啊人文环境啊 我觉得都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比的 每次出去出去玩去几天这个兴奋度就有点减弱 就想回来 感觉到这里除了朋友 对还有这里就是所有的这个周围这个舒适程度 真的是别的地方没法比 我们local的观众朋友都听到 听到这些comment一定很高兴 但是我们有很多外地的网路上面的这些viewers 听了这个是不是也想搬到加州来 就是在北加和南加之间做一个选择了 真是 但是三位有没有一个burning desire 实在想要去但是还没有去的地方 只要讲一个city 你的burning desire想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可能我去欧洲很少了 所以我现在想还是像巴黎啊这些地方 OK 欧洲的城市 你呢 我想我欧洲去过几次 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想去 还没有机会就是Florence 就是佛罗伦萨 因为我想去那地方要住一段时间 那个基本上是这个欧洲文化的发源地 对 也是意大利语的最传统的这个发源地 所以所以要 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绘画宗教文学艺术也好 我要看一下这个美国文化发展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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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发展这么这个国家发展这么富强 他的根源是在哪里我想跟他一定有一些关系 OK OK Fillip你呢 我瑞士还没去过 我倒想去 Swystland 对 Swystland我想去看一看 我欧洲去了大概八九个国家 但是还没去机会去瑞士 我未来一两年应该一定会去一趟 OK 好的 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段呢谈一点轻松的 大家也都听到他们做事业成这么成功的人呢 他们在旅行在运动方面的观点 好我们现在暂时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千万不要走开